前面是只有一列的回圈 那這個地方的話是除了一列 就是for i 等於 二到三十二之外 還有 多一個 藍的觀念 所以 以後如果假如說你是一個範圍 就會變成要兩個回圈了 只要兩個回圈 就可以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那做法上面請各位第一個 先把下面的綜合練習把它複製好了 這邊按右鍵之後複製一個建立一個副本 放在哪裡呢 放在 綜合練習的後面這個 按確定 這邊多一個 把它改一下改成VBA好了 比如說我們這邊要把它做用VBA的方式來 來撰寫 所以我們多一個好了 然後這個工作表 把原來的公式刪掉 剛剛可以加上去嘛 刪掉的方法 特別注意也是一樣 常用裡面 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邊有清除規則 或者是 管理規則 我們從管理規則進來好了 假如這個規則 要刪掉的話 那我就選它 按什麼 刪除 對不對 選它按刪除 按確定 或者套用一下看一下 後面的規則不見了 對不對 按確定 所以 把 原來的這個 複製一個過來 第二的話 那如果 將來各位有個範圍 對不對 其實這個VBA的觀念 很好理解 就是 我用I來代替什麼 這個列 2到 32 然後呢 用J來表示 藍 J 等於1到12 其實 藍的名稱 雖然上面叫A 那你也可以用1到12 因為12個月 來表示 那它就會怎麼樣呢 從 這一列 從頭到尾 幫我去 Check 一下 那 Check 的時候 我必須 先檢查一下 第一個它裡面有沒有資料 如果有資料的話 那我就把它抓出來 Check 一下 看看是不是禮拜六 如果禮拜六的話 我給它一個顏色 如果是禮拜天 我再給它一個顏色 那這個程式要怎麼寫 你也可以很直覺的來寫 那寫的方法的話 第一個也是切到 開發人員裡面 然後呢 Visual Basic 裡面 那我們要一樣 打開我們原來的模組 我們原來模組在這裡 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有沒有 檔案名稱在上面 模組在這裡 那剛剛有寫一個 我們在插入一個什麼 程序 這個程序名稱的話 比如就叫什麼 設定日期格式 比如說 這邊的話 給它一個名稱好了 這個名稱的話 你可以制定 叫 設定 日期格式 諸如此類的 我看一下我這邊叫什麼 格式化日期 或者叫格式化日期 同意一下 格式 格式化日期 好 那我給這個名稱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我要怎麼去跑這個回圈 第一個我上面 之前講過的 第一個就是 4i 等於 1 應該是2 2到 32 範圍先確定 EnterEnter兩下 Next 先給回圈 第二個的話 Tab鍵 4 因為i用過了 用J好了 J表示藍 1到 12 EnterEnter 這樣的話 它全部 它就會幫你 通通跑完了 再來的話 判斷 如果 第一個 如果 裡面的值 那裡面的值怎麼表示呢 就是 就是i 到點 J 這樣就可以了 IJ 它意思就是 反正這個IJ裡面呢 第一次會是第2列的第1 21 第二個第2列的 第2 所以它會往這個方向 選進 先抓這個過來 比一下 如果呢 它不等於空字串的話 這樣 才去做底下的事情 也就是說呢 它裡面如果是沒有東西的話 那我們就不做裡面的事情 OK 所以第1個階段 我們如果 裡面呢 不等於是這樣表示 不等於空字串 就是說 裡面呢 如果是像這樣子 它等於空的 那就怎麼樣 就不要再去做後面的事啊 就直接跳離了 就不要做事情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 Sales 裡面的東西 IJ 它如果是 它如果是什麼呢 它如果是 禮拜六 那禮拜六特別之外 這個儲存格 外面我們包一個什麼 也是一樣 Week Day 刮糊 把裡面放進去判斷 如果呢 它裡面的值 等於 7的話 那表示 Zen Zen要做什麼呢 就也是一樣 Sendif 先 那 如果它這個裡面的值 假如是7的話 有沒有 儲存格裡面是 禮拜 我判斷之後 它裡面 的日期 是 7 等於是禮拜六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顏色 儲存格 刮糊 IJ 指的就是這個儲存格 它裡面的那個什麼呢 呃 點下去有一個 字形 Fone什麼 點Color 這個 等於什麼呢 等於什麼呢 後面的話呢 你可以給它一個顏色 假如給它一個綠色的話 在 VBA裡面表示就是RGB RGB 函數 它可以表示顏色 也就是紅綠藍三顏色 那如果我給它一個綠色好了 我就零 紅色沒有 豆點 綠色的話零到25 最多25 豆點零 這樣子 它就會給它一個什麼 給它一個 字的顏色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綠色 成事就寫完了 但是只有判斷什麼 判斷綠色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跑的行進方向 方向 所以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For I 等於什麼呢 2 這個 I 指的是列 追指的是藍 所以將來如果各位用這一套公式 可以套在你的 試算表裡面 反正試算表不外乎就是列 跟藍 第二個是 我們先判斷裡面的資料是不是為空的 如果是空的 那就不往下做 如果裡面有資料 那我們就判斷它是不是等於7 如果是7的話 禮拜六 那我們就給它顏色 試試看好了 接下來 直接 不要急著執行 建議是 在執行之前你可以按F8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第一次跑的話 I 等於2 J 等於 也是從1 所以會取得這個 1月1號開始 那這個裡面的詞是不是空的 因為它有裝到資料 所以不是 好 它這一天是禮拜六呢 Week Day 回傳的結果告訴我們 這個應該是 禮拜四嘛 那不是 所以跳離 沒有 所以它往下 往下的話 它往這個方向 因為我們是 先列 再籃 所以它會往下 會抓哪個 2月1號 2月1號是不是禮拜 不是 OK那不是 再往下找 往下找 應該會到 8月份 8月現在是 6月 7月 7月 不是 8月是不是 8月 8月 1號是禮拜六 那這個時候會做什麼事呢 它會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 字的顏色 換成綠色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動作執行下去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的顏色 就變成綠色 對不對 那依此類推啦 如果你把它執行完畢的話 有沒有發現 所有的字 只要是禮拜六 通通變成綠色 同理可證 如果是禮拜天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三行 Copy起來 把它放在底下 然後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呢 稍微再修改一下 貼上之後呢 把它back回去 這個是判斷禮拜六的 這個是判斷禮拜天 禮拜天是1 然後變成紅色好了 把這個改成0 RGB應該知道吧 三原色 R 紅 綠 藍 這邊改25 再執行一下的話 怎麼樣 有沒有 紅色綠色就OK了 所以呢 以後 你們要針對視算表去寫一個VBA程式 其實 注意幾個要點 這裡面的東西啊 前面應該都講過了 回圈 講過 對不對 Sales 講過 這個判斷我想這個大概記一下 等於是等號 不等於就是 大魚跟小魚 OK 然後 Week Day 也大概講過 好 那這個數字 只是這個顏色的設定 以後如果你要放顏色 反正就記RGB 如果你不知道說 哪一個是哪個顏色 三原色是多少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其實在 以Sale裡面也可以做到 比如說你要找顏色嘛 在常用裡面不是有插入這個顏色 找其他顏色 其他顏色 制定一下 你要什麼顏色 有沒有看到 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數字 請你把這數字 有沒有 填上去 顏色 就出來了 當然 我是覺得他這個工具還可以更好 我看到有些 Apple的開發工具裡面 甚至他旁邊有個按鈕 你打一個RGB 按下去可以讓你自己調顏色 當然更方便 可是 目前沒有 沒有的話你就自己去 找顏色 OK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 完成之後 這個最後類似像 長得像這樣 其實這邊也是 我上面是有加注解 這個 第一個是列回圈 第二個是藍回圈 第三個如果是空白就跳過 第四個就星期六 就綠色 星期天就紅色 應該這樣子 寫完程式 試試看好了 那等一下 也會 我等一下也會把這個程式碼 貼到 上面 所以我陸陸續續 剛剛有的 我就把它貼上去 如果你公式 打出來有錯誤的話 你就可以到雲端上面 把我這個檔 開起來 裡面就會有 我剛剛打的東西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因為這個程式碼 說真的 當然你不可能說 像我 一樣 一下子要把它 把它通通都打正確 不過初期你要能夠打 你要能夠 隨心所欲 就還是要先從 累積開始 反正一般要累積 直覺的 以後的話 你想要讓 畫面幫你做什麼 那真的是一如反掌 很快的可以把一個 按鈕做出來 以後的話 你就按個按鈕就好了 你的事情就解決了 會 比起你土法練鋼 速度快太多了